昨天送朋友家的孩子回国 到了机场发现 竟然有这么多的中国留学生回国 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我粗略了一算 如果一周回去五个航班 一个航班上有200个学生 照这个速度流失 留学生一直到今年年底 光安省就要走掉一半的留学生了 那些一直依赖于留学生的企业和学校 那岂不是相当的难受 我觉得明年可能各个学校都会降低 这个学生的录取要求 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留学生 毕竟留学生的学费可是本地人的三倍以上 那些依赖于留学生的企业 可能也要转变一下思路了 你们觉得呢